这个男人真的很想死 每天都在阎王爷门前晃悠 他竟然不带任何保护措施 徒手攀爬近乎垂直的岩壁 他就是攀岩大师迪恩波特 我们一起摒弃宁神 看看他的震撼壮举吧 迪恩波特拼尽全力地向上攀爬 而他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稍有不慎就会坠入山崖 摔他个粉身碎骨魂不怕 他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脚掌 丈量着悬崖面上的每一步的距离 确保每一步都准确地落在悬崖面上 微微凸起的岩石处 然后用充满奇力的双臂发力 插入每一条几乎忽略不计的缝隙内 仅靠着脚掌的摩擦缓缓爬行 每向上攀登一步 就在于地球重力做抗争 即便已经是徒手攀岩界的大佬 但是面对眼前这座光滑无比的断臂 他也不敢掉以轻心 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早已看得心惊胆战手心冒汗呢 迪恩波特已经成功达到第一个休息凹槽处 此时距离地面已有155米高 拍摄他的摄影师也是个狠人 他不敢多做休息 只是适当地补充了手指缝隙间的滑石粉 就开始上路了 只见他面露男色表情猙獰 这一处的确是断臂最陡峭的部分 整个岩层几乎没有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 他只能用自己的脚 赶出岩石找出一条路来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这世间本没有路 爬的人多了 自然就成了路 所以他必须跨出这一步 如果你徒手爬过墙 你就知道这项世界级的极限运动难度有多大 一般户外攀岩都是有安全绳保护的 而迪恩波特是不借助任何保护设备的 仅凭双臂和脚掌来攀爬几乎垂直地面的岩石 直至达到顶峰 徒手攀岩是户外攀岩的天花板级别难度 不做任何保护措施的 这叫无保护徒手攀岩 这是户外攀岩的皇冠级难度 保险公司是直接会将其拉入黑名单的 迪恩波特早已是各大保险公司黑名单上的盯走 迪恩波特奋力攀爬 双臂更是被勒出条条青筋 他已经到了本次攀岩最难的部分 此段峭壁仅有一处处只有两厘米宽的缝隙 迪恩波特只能在缝隙中求生存 这里几乎没有肉眼可见的着力点 攀爬这段岩石被称为死神之门的阶段 全身重量几乎压在双脚之上 但是对于徒手攀岩的人而言 生死危险永远是下一步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一脚下去 是惊喜还是意外 是生还是死 所以无保护徒手攀岩 也被称为适合死神躲猫猫的运动 真就是一不小心就直接全村吃习了 为了力求每一步都踏踏实实 迪恩波特放慢了脚步 只有这样 他或许还有可能见到下午的太阳 由于这段峭壁太过光滑 迪恩波特几乎全程都是手掌扎入缝隙内 进行每一步的攀爬的 封顶最大的问题在于严缝极窄 还光滑无比 几乎无法给迪恩波特提供更大程度的着力部分 但他早已做好准备 他的应对方式技术将自己的双手卡死在极窄的岩石缝隙内 借助手掌与岩石缝隙的摩擦力来攀爬 双脚借力搭在岩壁内向上挪动 这样无疑是剧痛的 这简直就是用血肉在攀爬 最终他还是登顶了 很遗憾的是迪恩波特在2015年的一场异装飞行中不幸丧命 这是他在世时最光辉的一段影像 他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fürs十一天